嗯,蓝望鸡眉宇间难掩疲惫,他走近道,你还是便回去吧,以免被人发现。 哦,红鱼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然后忽然发现了什么宝贝似的。 蓝战,你手指,手指。 蓝望鸡低头一瞧,原来是作画一日,手指上沾了些墨迹和颜料,五色杂陈,一点都不美观。 好,他柔声道,你先便回去。 红鱼幸福地笑了笑,休得一下,水花一颤,若大的缸内就只有一条大红色的鱼儿,甩着尾巴游来游去,似乎在满心期待着什么。 看到他如此,蓝望鸡眼中的皮太稍减。 他伸出沾了染料的手,轻轻浸在水中,红鱼雀跃跃着游过来,灵动的鱼嘴一吸一张,细细地着实蓝望鸡手指上画开的墨迹,如获至宝。 之后,红鱼又围着他的手掌玩了好一会儿,蓝望鸡才把手取出。 然后靠着水缸,缓缓地坐了下来。 诶,蓝湛你怎么下去了?我看不到你了。 红鱼的声音在水下响起,有力的鱼尾抱怨似的敲着水缸。 蓝望鸡不说话,红鱼健壮,便不敢再闹腾,安生下来道,你是不是累了? 给皇后画像画得顺利吗?顺利。 蓝望鸡道,皇后生得好不好看? 红鱼戏谑道,蓝望鸡轻忽一口气,好看。 皇后娘娘,闲雅端会,奉一万千。 红鱼想了想,又道,那,地后一同入化的时候,你瞧着恩爱吗? 蓝望鸡沉默良久,用难得轻松的语气道,你会读心,可以依依问我。 我小时候答应过你,不读你的心的。 红鱼嘟囊道,一群家宴闲着暮色呼啦啦地从头顶飞过,两边的海棠树枝叶轻摇。 蓝望鸡微不可查地笑了一下,道,恩爱。 皇帝皇后一同入化时,接着盛装,为表抗力之情,皇帝主动牵住了皇后的手。 二人执手并坐,间谍情深,堪为天下夫妻之楷模。 然而蓝望鸡,却看出皇后眼中不亦察觉的疏离,迟疑,不自然。 她画过各种各样的女子,这种情态,绝对不是一个得到丈夫疼爱的女人的眼神中会有的。 因为她的母亲,也曾有过那种眼神。 当年,刚过家冠的清衡君,是深得皇帝信任的画师,而她的恩师也在宫里当职,平不清云。 那年选秀,一名女子为了报仇,伴做秀女混入蓝府,清衡君在作画时对她一见钟情,但是碍于礼法,未曾肃情思,也没有有丝毫的语句。 后来,那女子当选入宫,设计杀害了清衡君的老师,而事发的那日,清衡君刚巧奉旨入宫,故而亲眼目睹了那一惨状。 之后,龙颜震怒,兰家上下都焦头烂额,清衡君却冒死上殿,极力为那女子辩护,说她想要杀的人是她。 但阴差阳错,误杀了老师,并把所有罪责揽在自己一人身上,自请辞官,把那女子带回蓝府终生软禁。 皇帝念及蓝家世代清凉,此番又没有伤及皇室,也就不再深究,默许了清衡君。 清衡君回来后便开始闭关,再也不沾守宫廷室。 族中事务,宫中职责,全权交由蓝启人负责。 蓝旺基和蓝西陈记时起,一月只能见母亲一次。 某天,他们探望母亲时,有个侍女送来一些吃食,说是清衡君吩咐的。 那时,母亲眼中闪烁的就是那种眼神,和皇后如出一辙的眼神。 当然,这些都是所谓的影,她是不能画出来的。 所以,最后完成的和像中,皇帝的目光沉着四海,皇后的目光温柔恬静。 天作之和。 红瑜听蓝旺基断断续续地说了这许多,知她心绪不好,于是一直没话找话,插磕打混。 后来,又担心她太疲惫了不愿讲话,就干脆沉默,静静地在大水缸里守着她,想象着她靠在水缸上的后背的隐隐温度。 蓝旺基缓缓抬头,空中依然乌云密布。 要下雨了,红瑜扶在水面吐着泡泡道。 蓝旺基扶着水缸站起,我带你回去。 腹一动身,雨层便落了下来。 蓝旺基把红瑜捧在手里,脚下生风。 红瑜看着她的下巴沾沾自喜地想, 在此之前,我还从未见过她因着什么,是跑这样快。 进到屋内,红瑜所在的琉璃缸被安置在烛火旁, 明媚的灯火折射在琉璃包裹的水中。 在惊欠红的鱼尾徐徐惹动,璀璨陆离的光影就洒在了蓝旺基面前的宣纸上。 她看着这如有生命的影,怜惜地揭在手心里。 心下揣夺,自己能不能将这一幕画出。 然而红瑜很快就完腻了,她哗啦一声跳出来,落地成人。 拧着头发已到桌边道, 蓝湛,你今天累了一日,现在又扑纸做什么? 蓝旺基正了正身形,练习。 好吧。 红瑜摊摊手,还真是每天雷打不动地练习。 听着她的声音,蓝旺基闭目调息片刻,提笔战末。 不出几柱箱的功夫,屋外的雨便停了。 蓝旺基几笔勾勒下来,红瑜大致看出了一扇纱窗,窗外印着交错的树影。 窗内透着盈盈的烛火,树影把烛火割成破碎的冰晶。 灯色优越下,墨色尽燃。 纱窗下角,印着一个端坐的身影。 这一影画壁,蓝旺基开始提笔画另一只剪影。 蓝战,你不是说影子不能入画吗? 红瑜祈祷,你居然明知故犯,还当着我老红瑜的面。 蓝旺基正欲开口,忽然耳骨一动。 窗外有动静。 红瑜无感灵敏,自然也听到了。 于是不等蓝旺基示警,他便一个飞身,扑通一声画回鱼身冲进了水里。 结果一个没看准,发力不够,居然没跳进琉璃缸。 而是吊在了蓝旺基的画稿上,红瑜身上自动甩出飞溅的水花。 啪哒哒撒满了蓝旺基的画稿。 胃干透的墨迹瞬间晕开一片。 下一刻,门外传来叩门声, 蓝旺基,还不休息吗? 是蓝起人的声音。 蓝旺基心跳骤然加速, 他慌乱地把红瑜拖起放入水中, 根本顾不得画作, 立即起身开门,舒服。 打开房门时, 他的嗓音听不出丝毫破绽。 蓝旺基人撵了撵胡子, 声音既不慈爱又不严厉。 在做什么呢? 远远就看见你窗上的影子了。 这时辰,也就你这里的灯亮着。 作画,例行练习。 蓝旺基垂着头, 一副巨石复命的样子。 嗯,今日入宫辛苦, 却仍能坚持练习, 你果真是长成了。 蓝旺基人道。 说着, 他的视线自然地移到桌前的画作上, 瞬间静道, 这, 这是何故? 蓝旺基跟着旺曲, 也不由得一正。 红瑜方才激起来的水, 已让整幅画作模糊一片, 青红白鹤, 好不热闹, 叫人根本看不出原画画的是什么。 这是。 蓝旺基钻紧手心道, 方才鱼游积水, 酿出来的。 蓝旺基人似乎在为侄子的画作惋惜, 既要作画, 为何又把红鱼捞至此处? 方才下雨, 遮板闷热, 我便把它带进来了。 蓝旺基盯着蓝旺基的衣袖, 不敢看他的眼睛。 蓝旺基人皱着眉沉饮片刻, 道, 好吧, 你也是好仪。 多和红鱼亲近亲近, 也有助于开掘灵物。 不过, 他在此处实在碍事, 如今雨已停了, 稍后你便把它送回吧。 是。 蓝旺基如蒙大赦, 端然是礼道。 蓝旺基人走后, 蓝旺基立在原地半上, 才堪堪稳住心神。 他连忙把湿透的画稿叠好丢弃, 然后抬眼一看, 琉璃缸内已然空了。 哈哈哈哈哈哈, 蓝旺你知道你叔父刚刚在想什么吗? 哈哈哈哈。 已经化成人形的红鱼, 从他身后闪出来, 笑得前仰后合。 蓝旺基一边舒了口气, 一边十分配合地问道, 什么? 红鱼极力指了笑, 他乍一看到你那张画稿的时候, 心里想, 这画的是何物? 把那缸里的老红鱼拎出来, 沾沾墨放纸上, 他都比你画得好。 哈哈哈哈哈哈, 真是笑死我了。 蓝旺基很诚实地回想了一下那个画面, 嘴角下泯, 忍俊不禁。 不过, 幸亏我是虚体, 没有影子, 不然刚才就被他发现了。 红鱼认真地道, 嗯, 有惊无险。 蓝旺基看着他的眼睛, 我送你回去。 红鱼跟在他身后, 临出门的时候, 他忽然扶至心灵, 奔至岸前, 翘起指尖, 挑了一点艳态里的红色染料, 涂胭脂似地抹到了自己的嘴唇上。 蓝湛,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 跳进水缸后, 他还舍不得变回鱼形, 扒在缸檐问道。 蓝旺基立于钢前, 洗耳恭听。 就是, 红鱼抿了抿嘴。 你为什么不想让别人发现我? 照理说, 我也算你家的守护灵之类的了, 被他们发现了, 也没什么的吧。 蓝旺基似是没料到这个问题, 又似是早已想到, 他会这样问。 阿湛, 母亲不一样。 父亲是很在乎母亲的, 还有我们也是。 所以, 父亲才要把他藏起来, 不让别人发现他, 伤害到他, 你明白吗? 因为, 蓝旺基轻轻起唇, 水中的红鱼一览无余地望着他, 就像当年初见时一样, 因为很珍贵。 蓝旺基道。 我说는哪里要把他藏起来,